而到台南市来看到市议会的临时会 这几天呢因为市长都没有到会 地方工程配合款又吵得不可开交 好了副市长代替市长来出席 结果呢市议员又不满说 我讲个话你怎么多次打断我 冲上前面拍桌子拿水泼人 把副市长泼了一身都湿了 也不甘示弱拿起文件夹 就丢向议员议会里面开打了 我们的蔡議員 刚才你讲很久也讲很多 不满副市长严存佐的发言 谈的是议员蔡淳慧火气很大 双方爆发激烈争吵 真的很火大 蔡淳慧还冲到严存佐的座位前 猛敲打桌面 还拿起杯水往严存佐泼 你怎么说话 对吗 平时要说这句话 对 要说这句话啦 是怎么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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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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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人一个泼水一个环机丢文件 场面失控 让在场的议员都看傻眼 赶紧上前还家 这期议会冲突发生在17号下午 因为台南市长赖清德没到议会 说明议员小型工程补助款 炒了一天 最后改为议员座谈会 邀请副市长严存佐列席报告 蔡淳慧不满他的发言 两人爆发冲突 场面因而失控 最后严存佐向蔡淳慧道歉 才平息纷争 继续来观众我原方台南报道